冰临死亡是什么感觉 头部戴上监测仪 注射适量镇定剂 再用起泊器电击心脏 手术台上的女人 立刻进入假死状态 这三个医学生在进行一项作死的试验 他们企图知道 人冰死之后到底会看到什么 随着吉米开始倒计时 心脏已经停止跳动的卡特 感觉自己漂浮了起来 飞到了城市上空 以往的精力在眼前一幕幕闪光 很快一分钟过去了 吉米开始将他唤醒 然而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实验 完全没有经验 眼看又过去了60秒 卡特还是没有苏醒的迹象 这一下他们慌了神 如果一分钟之后还不能唤醒卡特 他的大脑就会因为缺氧 彻底宣告死亡 关键时刻 苏菲打来电话喊来学霸 经过一系列的急救措施 才在最后一秒把卡特救了 经过仔细的检查 他们确定卡特的身体 没有问题后才总算放心了 查看过卡特的脑电波 再加上他叙述的死后看到的景象 众人得出结论 此后确实可以看到人生走马灯 而不仅如此 第二天的卡特似乎变了一个人 他的智商和反应速度 明显提升了不少 不仅教授问的问题 立马就能给出答案 就连12年前听出的钢琴曲 也能随手弹奏出来 昨天的冰死体验重置了卡特的大脑 现在的他就像被刷机升级 活力满满 这一发现让大家非常兴奋 他们很有可能会因此 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然而当天晚上卡特回家后 却察觉到了身体的异常 因为多年前死去的妹妹 竟然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卡特意识到情况不对劲 于是赶往实验室告诉同伴 可没想到吉米看到卡特的变化后 也迫不及待地进入了冰死状态 只是跟卡特的体验不同 吉米没有看到过去的种种 而是带着前女友 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飙车 在学霸的抢救下 吉米很快苏醒了过来 与此同时 卡特也把自己的遭遇忘在了脑后 第二天 吉米的智商开始飙升 重症监护室里的一个病人 被她轻松挽回了性命 不过正当吉米沉浸在兴奋中时 突然看到前女友站在马路上 死死盯着她 看来她也出现了 跟卡特一样的症状 眼看两个朋友都因此提升了能力 妮娜终于忍不住诱惑 也进行了冰死体验 并且要求将死亡时间延长至四分钟 不过当众人开始唤醒她时 却发现起搏器竟然不管用了 被起搏器抢救了一分钟后 妮娜依然处于冰死状态 卡特健壮 赶紧进行手动心脏复苏 而此时 妮娜却见到了满池的水母 每一次电击 都会带她解锁一个新场景 最后妮娜进入了一个废弃工厂 身后的病床上还盖着一层白布 但就在这时 学霸的最后一次电击 终于把她救了回来 在天台上吹了一会凉风后 妮娜总算舒服了一点 见此情形 苏菲不顾她们的阻拦 也要尝试冰死体验 跟之前的几次一样 苏菲的心跳被电击停止 可倒霉的是 医院的保安突然巡查楼道 为了防止她们的秘密被发现 学霸只能迅速将 刚进入状态的苏菲唤醒 然后逃出了医院 在死亡和飙车的双重刺激下 几个人兴奋了一整晚 然而卡特的幻觉似乎越来越重 死去的妹妹 随时都会出现在她的眼前 在之后的日子里 这些幻觉越来越真实 仿佛有一个灵异的空间 被卡特带到了这个世界 卡特受到惊吓 想开窗逃走 结果在追逐的过程中 卡特被推下了公寓大堡 与此同时 第二个接受冰死实验的吉米 也出现了严重的幻觉 她听到船舱里有婴儿的哭声 打开柜子 衣服的下面似乎有婴儿在动 不过当她把衣服拿开后 里面却什么都没有 这时 吉米接到电话 得知了卡特的死讯 很快 其他人也知道了这个消息 但他们都不相信卡特是自杀的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隐瞒医院他们做过冰死实验 于是众人分头行动 销毁所有的实验证据 经过仔细寻找 卡特的笔记和电脑 都被他们藏了起来 可唯独她的手机不见了 吉米让妮娜去停尸间看看 是不是还在卡特的身上 来到停尸间 妮娜从停尸间的储物柜里 找到了手机 可在她抬头的瞬间 柜子上却写着凶手两个字 妮娜刚想离开 灯却突然熄灭了 紧接着一具尸体嗖的坐了起来 幻觉一闪而过 妮娜仓皇逃出了医院 与此同时 吉米看到的幻觉 也离她越来越近了 前女友紧紧跟在她的身后 最后终于动手了 第二天 众人看过卡特留在手机里的视频 终于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他们看到的幻觉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这些幻觉 都是让他们心中有愧的事情 卡特因为开车玩手机发生车祸 害死了妹妹 吉米让前女友怀孕 却又转身将她抛弃 所以他们看到的幻觉都与此相关 就在大家寻找解决办法时 苏菲的幻觉也开始出现了 电梯正在急速下降 苏菲快速按下电梯按钮 可按键却全部失灵 无奈之下 她只能紧贴扶手 等待死亡的降临 可下一秒 电梯门缓缓打开 眼前是一个被烧毁的教室 就在电梯关闭的瞬间 突然出现的人引下了苏菲一跳 这时她才发现身后才是电梯的出口 而刚刚都是她的幻觉 原来苏菲也做过亏心事 上学的时候 班里有一个女生学习成绩比她好 出于妒忌的心理 苏菲把这个女生的笼罩 发到了学校的群里 最终导致女生 成了同学们的嘲笑对象 苏菲觉得或许得到她的原谅 就能让这些幻觉消失 于是在吉米的陪同下 苏菲找到那个女同学 并得到了对方的谅解 随后吉米也鼓起勇气 找到前女友的住处 并且表示愿意负起责任 弥补这些年的亏钱 在得到对方的原谅后 他们的幻觉竟然真的消失了 随后吉米把这个方法告诉了妮娜 可妮娜的问题和他们还不一样 当初刚到医院实习的时候 她因为误判病情 间接导致了一个病人 发生了医疗事故 伤重去世 已故知人的谅解 如何能够得到 而就在这时 妮娜的幻觉又开始出现了 开车的时候 刹车突然失灵 紧接着一个塑料袋 从背后罩在了她的头上 最后妮娜撞进了路边的店里 幸好没有受伤 不久 学霸收到了妮娜的消息 得知她要去给死去的病人道歉 于是立即叫上其他人赶往医院 当他们赶到实验室时 妮娜已经进入了冰死状态 学霸不知道她的昏迷时间 只好立即开始抢救 可注入了大量肾上腺素后 妮娜还是没有一点反应 此时冰死的妮娜 已经得到了病人的谅解 却身陷其中无法离开 关键时刻 卡特突然出现 帮助她返回了现实世界 至此影片结束 小编想说 不作死就不会死 灵异空间的设定还是非常新颖的 前半段的节奏把握得很好 将人带入了带有科幻色彩的冰死梦境 后半段就有些落入俗套 使用了下人的常规套文 但其实也并不算虎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原片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灵异空间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